新北市有一名53歲有多項前科的男子因為缺錢花用 昨天呢就帶著一把改造手槍到哥哥的家裡去要零用錢 哥哥罵他是敗家子弟弟竟然就對空鳴槍來威脅 哥哥看到他竟然敢對自己開槍 一氣之下上前奪槍而且把弟弟痛打了一頓 就只是要零用錢要不到50多歲的王姓男子 拿槍到哥哥家裡開槍嗆聲 反而被自己的哥哥打唇豬頭 他也沒聽他在做工作啊 根據了解嫌犯王姓男子有手好嫌沒工作 前一天他因為缺錢花用帶著改造手槍 到他哥哥位在三重重新錄的住家去要錢 他先是對著天花板開了兩槍要哥哥交出錢來 沒想到對方一看到嫌犯開槍簡直氣壞了 不只衝上前去奪槍還把嫌犯壓制在地打了一頓 王姓被害的人啊他是指稱啊 因為弟弟開槍他很氣憤啊 所以才上前跟他理論他順便跟他躲槍 這個是因為家族的一些金錢的糾紛啊 導致 王姓犯嫌被哥哥打傷 右眼眉頭鮮血直流 連手上的槍也被搶了下來 警方到場隨即將嫌犯上銬送醫 才結束了這場鬧劇